超捷快攻插板善然轻松为球队拿下2分 9号在民主国中室内篮球场举办的 第二届2018卡8杯篮球锦标赛 主办单位台北市原住民族体育运动行为表示 今年够用18支球队报名参赛 除了有台北、新北及桃源的球队 还有来自新竹苗栗原乡地区年轻族人也来比赛 震天竞赛强度 我们在我们原住民部落真的是看到这样子 几乎算是全国原住民杯的篮球锦标赛 类似这种等级 然后看见真的是每个球员都有那种 我们自己球员都有那种冲劲 我觉得对我们原住民的一个 往后的一个运动的发展是觉得是蛮不错的 因为基本上其实我们在新竹乡内 我们的比赛也没有到很多 就只有乡长杯啊 还有自己人办的联盟这样子 我们有机会来参加就是非常开心 主办单位强调 明年开始将增加报名参赛队伍数量 还会扩大开放让非原民共襄胜举 嘎巴在阿美族的话里面就是年轻人的意思 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字一打 就是会觉得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然后也希望可以多吸引更多的原住民的族群青年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不同项目的运动体育活动 台北市原住民族体育运动协会李市长表示 未来除了举办篮球比赛 接下来还将增加排球 慢速垒球等运动项目 让更多族人能够参与赛事 原住新闻 胡顺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